四名太太正在携日光中 背着北窗和她八岁的女儿秀儿胡指钉 忽听得又重又缓的布鞋底儿声响 知道四名进来了 并不去看她 只是胡指钉 但那布鞋底儿声却愈想愈逼近 觉得终于停在她的身边了 于是不免转过眼去看 这间四名就在她面前 耸肩驱背地狠命掏着布马褂底下的 袍子的大尖后面的口袋 她好容易曲曲折折地汇出手来 手里就有一个小小的长方包 葵绿色的 一镜递给四台 她刚接到手就闻到一阵 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 还看见葵绿色的纸包上 有一个金光灿灿的印子和许多细醋醋的花纹 秀儿即刻跑过来要抢着看 四太太赶忙推开她 上了街 她一面看一面问 她看着她手里的纸包说 于是这葵绿色的纸包被打开了 里面还有一层很薄的纸也是葵绿色 揭开宝纸才露出那东西的本身来 光滑 兼致 也是葵绿色 上面还有细醋醋的花纹 而宝纸原来却是米色的 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香味 也来得更浓了 诶 这实在是好肥皂 她捧着孩子似的将那葵绿色的东西 送到鼻子下面去 秀着说 啊 你以后就用这个 她看见她嘴里这么说 眼光却射在她的脖子上 便觉得 颧骨以下的脸上似乎有些热 她有时自己偶然摸到脖子上 尤其是耳朵厚 纸面上总感觉些粗糙 本来早就知道是今年的老泥 但向来倒也不很介意 现在在她的注视之下 对着这葵绿异香的洋肥皂 可不禁脸上有些发热了 而且这热又不绝地蔓延开去 即刻一惊到耳根 她于是就决定晚饭后 就用这肥皂来拼命地洗一洗 有些地方 本来单用皂夹子是洗不干净的 她自对自地说 妈 这给我 秀伸手来抢葵绿纸 在外面玩耍的小女儿 招儿也跑到了 四太太赶忙地推开她们 裹好保纸 又照旧包上葵绿纸 欠过身去 搁在洗脸台上最高的一层格子上 看一看 翻身仍然胡指定 学长 四明记起了一件事似的 忽而拖长了声音叫 就在她对面的一把高背椅子上坐下了 学长 她也帮着叫 她停下胡指定 刺耳一听 什么响应也没有 又见她仰着头焦急地等着 不禁很有些抱歉了 便尽力提高了喉咙 尖利地叫 舌耳 这一叫雀乎有笑 就听到皮鞋声妥妥地进来 不一会儿 舌耳已经站在她的面前了 只穿短衣 肥胖的圆脸上 亮晶晶地流着油汗 你在做什么呢 怎么爹叫也听不见呢 她谴责地说 我刚在练八卦拳 她立即转身向了四明 鼻挺地站着 看着她 意思是问她什么事 学长 我就要问你 恶毒妇是什么 恶毒妇 那是 很凶的女人吧 胡说 胡闹 四明忽而怒得可观 我是女人吗 学长吓得倒退了两步 站得更挺了 她虽然有时觉得 她走路很像上台的老生 却从没有将她当作女人看待 她知道自己答得很错了 恶毒妇是很凶的女人 我倒不懂 得来请教你 这不是中国话 是鬼子话 我对你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懂吗 我 我不懂 学成更加局促起来 我白花钱送你进学堂 连这一点也不懂 亏上你的学堂 还夸什么 口耳病重 倒教得什么也没有 说这鬼话的人 至多不过个十四五岁 比你还小呢 已经叽叽咕咕地能说了 你却连意思也说不出来 还有这脸说我不懂 现在就给我去查查去 学成在喉咙底里 答应了一声事 恭恭敬敬地退出去了 这真叫做不成样子 过了一会儿 四明又慷慨地说 现在的学生是 其实在光绪年间 我就是最提倡开学堂的 可万料不到学堂的刘弊 竟至于如此之大 什么解放了 自由了 没有实学 只会胡闹 学成呢 为他花了的钱也不少了 都白花 好容易给他进了 中西折中的学堂 英文又专是口耳病重的 你以为这该好了吧 可是读了一年 连恶毒妇也不懂 大约仍然是念死书 什么学堂 造就了些什么 我简直说 应该统统关掉 对了 真不如统统关掉的好 四太太胡着指定 同情地说 秀儿他们 也不必进什么学堂了 女孩子念什么书啊 就公公先前这样说 反对女学的时候 我还攻击她呢 可是现在看起来 究竟是老年人的话对 你想 女人一阵一阵地在街上走 已经很不雅观的了 他们却还要剪头发 我最恨的就是那些 剪了头发的女学生 我简直说 军人土匪 倒还情有可原 扰乱天下的就是他们 应该狠言地办一办 对了 男人兜得下了和尚还不够 女人又来学泥骨 学成 学成正捧着一本小 而且厚的金边书 快步进来 便呈给四名 指着一处说 这倒有点像 这个 四名接来看时 知道是字典 但文字非常小 又是横行的 他眉头一皱 倾向窗口 卸着眼睛 就学成所指的一行 念过去 第十八世纪创立之 共济讲社之称 不对 这声音 是怎么念的 他指着前面的鬼字字 问 阿托弗洛斯 不对不对 不是这个 四名忽而又愤怒起来了 我对你说啊 那是一句坏话 骂人的话 骂我这样人的 懂了吗 查去 学成看了他几眼 没有动 这是什么闷葫芦 没头没脑的 你也先得说说清啊 叫他好用心的去查去 他见学成为难 觉得可怜 便排解 而且不满事的说 就是我在大街上 广阔想买肥皂的时候 四名呼出了一口气 向他转过脸去说 那店里头要有三个学生在那里头买东西 我呢 从他们看起来自然也怕太鲁肃一点了吧 我一看啊 看了六七二 都要四角多 没有买 看一脚一块的 又太坏 没什么香 我想 不如中通的好 便挑定了那绿的一块 两脚四分 伙计本来是势力鬼 眼睛生在鹅脚上的 早就绝着狗嘴的了 可和那学生 这坏小子 又都挤眉弄眼的说些鬼话笑 后来 我要打开来看一看才付钱 养纸包着 怎么断定这祸子的好坏呢 谁知道 那势力鬼不但不一 还蛮不讲理 说了许多可恶的废话 坏小子们又附和着说笑 那一句是顶小的一个说的 而且眼睛看着我 他们就都笑起来了 可见一定是一句坏话 他于是转脸对着学成道 你只要在坏话类里头 查去查去 学成在喉咙里答应了一声 是公公静静的退去了 他们还嚷什么 新文化新文化 画到这样了还不够 他两眼盯着乌梁 尽字说下去 学生也没有道德 社会上也没有道德 再不想点法子来挽救 这中国才真是要亡了 你想 那多么可叹呢 什么 他随口地问 并不惊奇 校女 他转远对着他 郑重地说 站在大街上 有两个讨饭的 一个是姑娘 看去该有十八九岁了 其实这样的年纪 讨饭是很不相宜的了 可是他还讨饭 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的 白头发 眼就是瞎的 坐在布店的檐下求起 大家都说他是校女 那老的是祖母 他只要讨得一点什么 便献给祖母吃 自己情愿饿肚皮 可是这样子的校女 有人肯不失吗 他射出眼光来 叮嘱她 似乎要试验她的实践 他不答话 也只将眼光叮嘱她 似乎倒是专等她来说明 没有 他终于自己回答说 我看了好半天 只见一个人 给了一文小钱 其余的围了一大圈 到反去打去 还有两个光棍 就肆无忌惮地说 阿发 你不要看这等货色脏 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 咯吱咯吱 变身洗一洗 好得很累 那 你想这成什么话 嘿 他低下头去了 久之 才又懒懒地问 你给了钱吗 我吗 没有 一两个钱 是不好意思拿出去的 他不是平常的讨饭 总得 他不等他说完话 便慢慢地站起来 走到厨下去 昏黄 只显得浓密 也是晚饭的时候了 四明也站起身 走出去院子去 天色比屋子里还明亮 学成就在墙角落上 练习八卦拳 这是他的停训 利用昼夜之交的时间的经济法 学成奉行了将近大半年了 他暂许式地微微点一点头 便反背着两手 在空院子里来回夺方布 不多久 那唯一的盆景万年轻的阔夜 又已消失在昏暗中 破续一般的白云间闪出星点 黑夜就此开头 四明当这时候 便也不由地赶奋起来 仿佛就要大有所为 与周围的坏学生 以及恶社会宣战 他意气渐渐勇猛 脚步愈跨愈大 不写底声也愈走愈响 吓得早已睡在笼子里的母鸡和小鸡 也都叽叽嘟嘟地叫起来了 堂前有了灯光 就是号召晚餐的烽火 河家的人们便都齐聚在中央的桌子周围 灯在下横 上手是四名艺人居中 也是学成一般肥胖的圆脸 但多两撇细胡子 在菜汤的热气里独具一面 很像庙里的财神 左横是四太太带着招儿 右横是学成和秀儿的一列 碗筷声雨点似的响 虽然大家不言语 也就是很热闹的晚餐 焦儿带翻了饭碗了 菜汤滚得小半桌 四名尽量地睁大了细眼睛 瞪着看他要哭 这才收回眼光 身快自去加那早先看中了的一个菜心去 可是菜心已经不见了 他左右一瞥就发现 学成刚刚夹着塞进 他长得很大的嘴里去 他于是只好无聊地 吃了一块黄菜叶 学成 他看着他的脸说 那一句查出来没有啊 哪一句 那还没有 你看 也没有学问 也不懂得道理 单知道吃 学学那个孝女吧 做了乞丐 还是一位孝顺祖母 自己情愿饿肚子 但是你们这些学生 哪里知道这些 肆无忌惮 将来 只好像那光棍 我倒想着了一个 但不知可是 我想他们说的也许是 阿尔特弗尔 阿尔特弗尔 是 是的 就是那个 他们说的 就是这样一个声音 厄德弗里 这是什么意思 你也就是他们一党 你知道的 意思 意思我不很明白 胡说 胡说你瞒我 你们都是坏种 天不打吃饭人 你今天怎么 尽闹脾气啊 连吃饭的时候 也是打鸡骂狗的 他们小孩子们 知道什么 四太太忽而说 什么 四明正想发话 但一回头 看见他线下的两颊 已经鼓起 而且很变了颜色 三角形的眼里头 也发出了可怕的光 便赶紧改口说 我也没闹什么脾气 我不过 教学成应该懂些什么 他哪里懂得 你心里的事呢 他可是更气愤了 他如果能够懂事 早就点了灯了火把 学了那校女来了 好在 你已经给他买好了 一块肥皂在这里 只要再去买一块 胡说 那话能是光棍说的 不见得 只要再去买一块 给他咯吱咯吱的 变身洗一洗 供起来 天下也都太平了 什么话 那有什么相干呢 我因为记起了你没有肥皂 怎么不相干呢 你是特程买给校女的 你咯吱咯吱的去洗去 我不配 我不要 我也不要 我也不要沾校女的光 这真是什么话 你们女人 四明支吾着 脸上也像学成 练了八卦拳之后似的 流出油汗来 但大约大半 也是因为吃了太热的饭 我们女人怎么样 我们女人 比你们男人好得多 你们男人 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 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 都不是什么好心思 咯吱咯吱 简直是不要脸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 那是一个光棍 四王 外面的暗中 忽然响起了吉祥的叫喊 盗翁吗 我就来 四明知道 那是高声有名的何道筒 便预设式的 也高兴的大声说 学长 你快点点灯 照何老伯到书房去 学长点了烛 引着道筒走进西边的厢房里 后面还跟着蒲威元 哎哟 失影失影啊 对不起 四明还嚼着饭 出来拱一拱手说 就在射间用便饭 何如啊 已经偏过了 威元迎上去 也拱一拱手说 我们连夜赶来 就为了那 一封文社的第十八届真文题目 明天不是逢七吗 哦 今天十六 四明恍然的说 你看 多么糊涂 倒筒大嚷刀 那么就得连夜送到报馆去 要他明天一准登出来 哈哈 文题我已经拟下了 你看怎么样 用的用不得 道筒说着 就从手机包里 挖出一张纸条来 交给他 四明夺到竹台面前 展开纸条 一字一字的读下去 供你全国人民 何词于 请贵大总统 特颁明令 专重圣经 重似孟母 一晚颓风 而存国翠文 好急 好急 可是 字数太多了吧 不要紧的 道筒大声说 我算过了 还无需护 多加广告费 但是 尸体呢 尸体 四明忽而 恭敬之状可居了 我倒有一个在这里 孝女行 那是诗诗 应该表彰表彰她 我今天在大街上 那不行 威元连忙摇手 打断她的话 那是我也看见的 她大概是外路人 我不懂她的话 她也不懂我的话 不知道 她 究竟是哪里人 大家倒都说 她是校女 然而我问她 可能做师 她摇摇头 要是能做师 那就好了 然而 忠孝是大姐 不会做师 也可以 将就 那倒不然 而熟之不然 威元 威元摊开手掌 向四明 连摇带推的 奔过去 立正说 要会做师 然后有趣 四明推开她 我们就用这个题目 加上说明 登报去 一来可以表彰表彰她 二来 可以借此 真编社会 现在的社会 还成什么样子 我从旁考察了好半天 竟不见有什么人 给一个钱 这岂不是 全无心肝了 哎呀 四翁 威元又奔过来 你简直是 在对着和尚 骂贼秃了 我就没有给钱 我那时 恰恰身边 没有带着 不要多心 威翁 四明又推开她 你自然在外 又做别论 你听我讲下去 她面前围了一大群人 毫无敬意 只是打趣 还有两个光棍 更是肆无忌惮了 有一个简直说 阿发 你去买两块肥皂来 咯吱咯吱 变身洗一洗 好得很嘞 你想这 哈哈哈哈 两块肥皂 道筒的响亮的笑声 突然发作了 真的人耳朵的叫 你买 哈哈哈哈 道翁 道翁 你不要这么嚷 四明吃了一惊 慌张的说 咯吱咯吱 哈哈哈哈 道翁 四明沉下脸来了 我们讲正经事 你怎么只胡闹 闹得人头晕 你听 我们就用这两个题目 即刻送到报馆去 要他明天一准登出来 这事 只好偏劳你们两位了 可以可以 那自然 威元几口硬撑说 哈哈哈哈 嘻嘻 咯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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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统给这一鹤 不笑了 他们 拟好了 说明 威元 腾在信尖上 就和道统 跑往报馆去 四明 拿着烛台 送出门口 回到唐屋的外面 心里就有些不安逸 但略一褂蜂 也终于跨进门槛去了 他一进门 迎头就看见 中央的方桌中间 放着那肥皂的 葵绿色的 小小的长方包 包中央的金印子 在灯光下 明晃晃的发闪 周围还有细小的花纹 秀儿和昭儿 都蹲在桌子下横的地上玩 学成坐在右横 查字典 最后 在离灯最远的阴影里的 高背椅子上 发现了四太太 灯光照处 见他死板板的脸上 并不显出什么喜怒 眼睛也并不看着什么东西 咯吱咯吱 不要脸 不要脸 四明微微地听到秀儿 在他背后说 回头看时 什么动作也没有了 只有招儿 还用他的两只小手的指头 在自己脸上抓 他觉得存身不住 便吸了竹 躲出院子去 他来回地躲 一不小心 母鸡和小鸡 又叽叽咒咒地叫了起来 他立即放轻脚步 并且走远去 经过许多时 堂屋里的灯 移到卧室里去了 他看见一地月光 仿佛满铺了 无缝的白纱 玉盘式的月亮 现在白云间 看不出一点缺 他很有些悲伤 似乎也很像笑女一样 成了无告之民 孤苦伶仃了 他这一夜 睡得非常晚 但到第二天的早晨 肥皂就被录用了 这日他比平日起得迟 看见他已经浮在 洗脸台上擦脖子 肥皂的泡沫就如大螃蟹嘴上的水泡一样 高高地堆在两只耳朵后 比起先前用造夹时候的 只有一层极薄的白泡沫来 那高低真有嚣嚷之别了 自此之后 四太太的身上便总带着些 似橄榄非橄榄的 说不清的香味 几乎小半年 这才忽而换了样 凡有闻到的 都说那似乎是檀香 1924年3月22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